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 其實這兩天 也有很多壞消息 即使我們很努力地發掘一些好消息 但是始終壞消息就是壞消息 蘋果日報 可以說是 現在進入 離流狀態 即是告訴你 那個 那個 死亡的機會很大 所以叫做離流狀態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因為 沒有錢出糧 他們不是沒有錢出糧 是現在戶口人凍結了 出不了糧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會 申請 向這個政府 當然是向一個 拿八刀捅你的人 叫他們不要捅住 可不可以 給我們看醫生 你說得不可以 那個是一個暴徒 你可不可以求一個 拿八刀捅你的人 叫他不要捅住 我 因為我還沒有出糧給伙記 可不可以 這個問題 也是一個很哲學的問題 如果 良知未敏 他應該不會搞夠你 搞夠你的 搞得你的 即是告訴你 他已經沒有良知了 蘋果日報 現在 宣佈 董事會宣佈 會在星期五就決定是否停刊 因為 最重要的是要向保安局申請解董資產 我們說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 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那麼他現在 有部分的 業務其實已經開始停了 譬如財經版 今天就會停了 網上的財經版也會沒有 據說也有很多部門的人辭職 那麼現在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因為 是不是要停運呢 主要就是一個資產問題 那麼現在 蘋果就說會去信保安局 當然 有多記者去問到這些 狗官 林鄭好 李家超好 他也說 這些就是會依法處理凍結財產的申請 稱有關案件已經進入法律程序 不評論事件細節 所有都是你做的 重新國家 重新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必定依法處理 那麼現在 他們 會開始 做了很多 他們覺得是依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誰的法 你隨時可以潛建 他的法 現在的國安法通過 我也說了 其實 這個情況 我們去年已經看到了 我們去年已經說了 去年 我們也作出一個部署 就是 神防會發生今天的情況 所以我們 去年7月份是被迫流亡 英國 當時其實還是十五、十六心大心勢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渠道告訴我們 我們是很危險 我們也要響著警號 但是當走那一刻 其實 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還有很多 很多人 很多事 我們還有很多公司在香港 還有很多 各方面的事 當然最令我們掛念就是 家人和手足 這次 現在發生到走到這一步 那麼我們也跟 最重要是去年我們的看法 我們來之前也開了一次會 這個情況 可以去到幾環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 如果你身邊 你一個人沒有問題 我要做烈士 因為有網友 我 再提到有網友說 他們一生要做譚志童 我們只能夠是同情 沒錯 他一心要做譚志童 是可以同情 問題是 如果譚志童 你跟他說他後面還有800人 那麼他是不是可以一個人選擇做譚志童呢 他是不是應該為這800人去考慮呢 還有 你整個蘋果日報 被政府現在這樣搞 強硬來的 你不是沒有錢過 你有錢 但是他用盡一切的方法 包括凍結你的財產 銀行戶口 即使大家入錢給他們 也是被政府凍結的 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 其實一早如果是作出一些準備 還有一個後備方案 還有一條後備船 是不是 這樣他就可以在台灣 在英國 這個其實是去年我們說了這個問題 我們也探討過很多次 他們是不是可以 在台灣做一個後備 有甚麼事 馬上把人轉移到台灣 轉移到英國 在海外 繼續做蘋果日報 網上報道 沒有實體指 不過由於他們 始終他們牽涉到這麼大的企業 有自己印刷廠 包括AM730也是找蘋果印的 沒有人肯幫AM730印的 所以蘋果日報就幫他們印報紙 本身蘋果日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企業 自己也不是印刷廠 一時間 他其實是安排不了 但是 我們也 明白當時他是很有難處 但是現在 事情 已經發生到這個情況 我們也認為 整個管理層當初是對於 港共政權的道德底線 或者那個無恥程度 是低估了 他們 是超越人類的道德底線 任何的政府 只要你想得到的政府 都會無恥過 例如撒旦姆政權 例如卡達菲政權 例如 羅馬尼亞壽西斯古政權 東德的昂納克 甚至乎 納粹德國 一個如此無恥的政權 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他們最離譜的是甚麼呢 他們用盡一切最美麗的言詞 包裝他們那些行兇的手法 所有東西 嚴必依法 甚麼都是依法辦事 每樣東西都要根據法律 全部都是糾納 現在我們要看看星期五 會不會有奇蹟出現呢 其實 不會有的 大家也不要寄望有奇蹟出現 因為根本不可能有奇蹟 說穿了 這次 騙殺你的人 就是 其實很坦白 現在用這把刀狂插你那個人 你還要在星期五向他申請 可不可以不插住啊 我要去看醫生啊 我有800個伙計 其實 大家都會知道 是不可能的 其實一班 蘋果日報的員工 我們覺得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有員工就覺得 有些是沒有辦法你會辭職 有些也會猜到的 而且 很多都是覺得 蘋果日報 被人打壓 強硬來 所有的資產是不能動的 沒有錢出糧的情況下 伙計也要吃飯的 他們也有家庭 要生活 不是純粹是錢的問題 而且 有些也會為自己打算 因為很多人都是 基層人士 找餐吃 不是很多人工 如果沒有收入 他們可能要很短時間去找另一份工作 如果不是 說得難聽一點 現實就很殘酷 幻想就十分之美麗 很多人都要 搞定自己三餐才行 這個問題我們也明白 我們經歷過這兩年 很多人 要去做事 求職 找工作 我們也有很多家長 提供工作給我們 也有幫人牽扯 幫人家建工 幫人家建工 安排工作 安排閹職 做很多這些工作 所以 明白的 香港社會生活逼人 現在 可以做的 希望他們有一部分的 同事 可能出來搞一些網媒 或者在海外的 因為我最近也知道有一班 在海外做 幫蘋果 幫立場 提供新聞材料 他們 好像要出一份特刊 我們也會放一些廣告 支持一下 接下來我們也希望可以出一份力 盡量我們也 盡量可以盡早 現在我們也在香港 請了一個 不過我也要叫他隱藏身份 你讓人知道你是星期二日報的記者 警察看到你 可能就打了兩槌 真的要小心 不要隨便讓人知道你的身份 所以 我認為 接下來的環境很惡劣 留在香港的朋友更加危險 所以 凡事小心 最重要是要保住自己 將來還有很多路要走 這節先說到這裡